Drum-drum-drum-sum Drum-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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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m-kup Dreamer's Cuties 哈啰 大家好,我是Wedwedge 我是 Kenneth 我是Mai-Loh 我们是三剑客 耶! 那今天呢,轮到我来react了 我要react的是谁呢? 就是来自我马来西亚的一位 女歌手 Uppercaba Malaysian 我们其实也介绍过好几个马来西亚的歌手了 今天要介绍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 react他的 他的名字叫Ernie Zagli 也是很多之前我们react了一些马来西亚的歌手 然后他们在下面 安利也一直推荐推荐推荐的 然后当我去找这个人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我有听过他一首歌的 可是我们今天我要react的不是他那一首 是另外一首 那在reaction 我先讲一下这个女歌手吧 她是一个90后 然后1992年出生 跟Aweb同岁 哦 然后她在17岁的那一年 就是2009年 她参加过我们马来西亚国营的一个 电视台的歌唱节目 然后拿到冠军 然后成为了那一个比赛 她是年级最小的 因为17岁就拿冠军了 然后最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是 她的auntie uncle 就是她是什么的 子女啊 她是子女 然后她auntie uncle 是我很喜欢的歌手来的 就是她的auntie 就是Zaina Zen 之前我们介绍了那个四个女歌手的 唱了其中一个 然后她的是马来天后 90年代的天后 然后另外一个是马来乐坛的天王 Anoa Zen Anoa Zen 也是我很喜欢 因为唱情歌很好听 我一直很想推荐她 可是一直还没有排到她 所以她是她们的子女 也是来自歌唱世家 今天我推荐的这首歌呢 叫Ku Bersuara 就是我发声 我发出声音 那这首歌其实是讲 女性可能被虐待啊 被性情啊 家暴啊的一些事件 然后她为女生发声的一首歌曲 所以我们事不宜迟来听一听这位 90后女歌手 Ernie Zagli的Ku Bersuara Let's go! Kaja!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 那在看片之前请去按那个Subscribe 然后它旁边有一个小铃铛 你请按一下 当我们有影片上的时候呢 那个小铃铛就会通知你啦 如果你在B站的话也可以追踪我们 成为我们的粉丝 想要给我们更多动力的话 也可以给我们充电哦 那如果你有能力的话呢 也欢迎大家来我们的Patreon 成为我们的Member Support我们 好 我们事不宜迟 马上就来看片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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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aku tulis semua semua perjalanan hidupku ku huraikan semua yang terbuku di data aku sadukan pernah ada bicaramu lemah di mata mereka luang hati dipersihkan aku dipersendai ku tak berdayaan dijanjikan menigai cinta terkaburi belayan manja yang ku sangka tenang rupanya bersimpan rahsia ku bersuara saat kau berikan darita kepadanya bukan pengakhiran cerita luka tercabarnya diriku murahan dengan tangan ku bersuara di jual pada mereka resah jiwa diperguna aku terserah aku terserah jaga dari lengan dijanjikan menigai cinta terkaburi belayan manja yang ku sangka tenang rupanya terserah rupanya terserah rupanya terserah rupanya kentara rupanya kentara rupanya kentara maar vale semua itu rupanya kentara rupanya kentara rupanya kentara Oh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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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sake 这根本是天后了啊 这个整个大排场 什么感觉第一次听 Earney Zachary 我先讲到阿伯老师已经很口袋了 因为其实那时候我在找那个 Sappi那首歌的时候 Enna Abdul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想要介绍 就是我是同时想要介绍两个马来歌手的 就是刚好也是排这个时候 就是要排Earney Zachary这个女歌手的 可是我看到Milo的list那边有写到Earney Zachary 好我就不要先 我们先听Milo介绍的这首歌 那我可能之后再推荐 因为其实我在听他的另外一首歌 也是在颁奖的电影上 我已经非常的惊艳了 我想哇这个歌手从哪里蹦出来 但其实还已经在这个圈子蛮久了 只是我孤陋寡闻 我不懂 所以我就没有没有去找到这个歌手 那时候我在找到Ana Abdul跟Earney Zachary 就觉得这两个女歌手都是 比较靠近我跟Nawet的年龄 而且他们也是有一段时间在这个圈子 而且他们是非常有实力的歌手 那段表已经让我很惊艳了 那你知道这段表更让我惊艳 我觉得那个 我觉得气场是没有骗的 就是你不是讲你很厉害唱 或者你可以表演高音 你就一定会有那个气场在 他刚才的那个气场 完全是让我觉得他可以登上那种一节的那种位置 他可以掌控完这么大 这么多人 一个这样的排场 他怎么样去用他的表演的能量 怎么样用他的歌声去征服整个场地 我完全觉得他是做得到这件事情 而且他是做得非常好的 先不论他的唱功到底有多么厉害啦 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们有看我们三个人的表情 你应该就知道 哇他在哪里做得非常厉害 我们是同时 我们是同时已经是去到一个这样子的地步 我觉得 他也不是讲很大致 好像是一个蛮小致的一个女神这样子 然后 他的气好像是无限的这样子 一直上 一直上 我觉得哇我真是被他圈粉了 很想再听他憋憋一首歌 因为他的声音 他又不是那种很沙哑的 不是那种很粗犯的声音 很干净耶他的声音 而且他可以一直这样子拉着上 通常我们听这样子的歌 一定是那种声音很有power的人 才可以做到这样子的效果 但是他又不是哦 他又介于那种 你听得到很干净 然后他又不是那种很低的声音 还是他又有那种power 不懂哪里来的 一直往上拉 就有他个人的特色啦 是中间还有一段 他自己他自己的那个贾赢的版本 这样子 我觉得非常好听 让我很想去多认识这一个歌手 其他的作品 到底有多么的好 因为我现在暂时听啊 两个作品 就是一个原本我要推荐的 跟这一首 哇 真是太好听太好听了 阿威 因为马拉奥讲这首歌是关于什么 呃 为女生发声的一种歌 强包啊 性情啊 家暴啊 之类的 就是为女生不满的一些心声发出来 这样子嘛 所以哦 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音乐一进 我就有一点黑暗的那种那种feel 那种dark feel dark的feel这样子 嗯 然后开始唱了哦 哇 又好像那种 dewa powerhouse的唱法这样子 嗯嗯 他的声音哦 我我喜欢一个点是 很多dewa powerhouse 他们唱歌啦 你听到他们很费力 他声音很用力 跟 好像他唱到很 他好像要用一定的力 或者他才唱得到 嗯 他哦 好像没有用力的 你懂吗 就是很轻松的就唱到 去到那个音 同时 就很有穿透力的感觉哦 他的声音 所以你不会觉得他 好像唱不到的 你觉得他就是唱得到的那种感觉 而且 要真音有真音 要加音有加音 那个 哇 他刚才后面那一段真音拉了很久过后 突然之间接去 假音的吟唱 哇 我真是 而且拉了很久 他吟唱很久 好像不用换气这样子的 好像 Kenneth讲多了 整个气场 他有一点 他有一点 我当年看陈奕迅的一场 唱法夸的感觉 就是他静静在那边唱那个法夸 然后一样的那个衣服包住 他就看到两个手在那边 握着那个麦克 然后你就懂他的包住里面是有 有造型的 一样的咯 就是他一唱到那个点 拖那个E你就 哇 哇 那个感觉我觉得 哇 没有 我 真的是很羞耻啦 就是我身为马来西亚人咯 竟然突然是那么多马来西亚歌手 跟没有看过 这样厉害的表演 我是觉得 跟很多国际的Diva有的 Fight咯 真的 厉害 绝对有 绝对有 是 是 他应该是我们马来乐坛当红 现在新崛起的90后 很受瞩目的一个女歌手 这个我同睡 前几年他好像还得了大奖的 OK 然后 我自己听完的感觉是 首先他的声音 我觉得 给我一种 他不是像Whitney Houston 他是 属于那种 他没有太浑厚到 让你觉得哇 太power了 他每次很用力唱 他又没有细致到 很细致又好像不够power 他好像Whitney Houston那种 中间 刚刚好 我要给你power就power 我要给你细致就细致 所以这把声音 我觉得 他是上天给他的一个礼物 我觉得 然后 这个歌曲一开始 我像阿卫讲的一种很黑暗的感觉 我的感觉是很冰冷 我觉得整个 整个氛围 他前面有那些报告新闻那种 那种案件有吗 然后进入一个人呐喊 然后就进入黑黑了 然后我觉得给我很阴沉 很黑暗 很冷的感觉 然后这个感觉哦 随着他的歌声慢慢的神闻 然后一直开始就有 人也 又夹进来了那些 那些合唱团 然后那个火 让我猜到那个迪马西 之前我们react的一首歌 也是从很冷到很多火 所以变成很冰冷 到最后很 很热情啊 很爆啊 是很激动的整个感觉到的声音 把我们一层一层带到去的那个高潮的高潮点 这样子咯 然后我就觉得哇 呃 当然我们马来西亚其实有很多 真的很多很有实力的歌手 然后因为马来歌词 因为马来文嘛 他有一点靠近English 因为他们都是阿拉伯字 然后发音其实差不多一样 所以他其实在唱R&B 在唱这些 呃 歌词的时候 有让我们觉得 诶 跟英文的那种 歌曲的感觉很类似 而他们也做得到这种感觉 我们中文歌词其实有点难 做到这样子的 OK 所以我是很惊艳啊 这一首歌 然后谢谢马来西亚的 这些朋友有来看我们的 然后推荐了这个歌手 然后推荐了她的这首歌给我们 如果她有更好的 很好听的歌曲 然后也欢迎你们推荐给我们听 让我们更认识这个女歌手 这样子咯 嗯 谢谢 好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呢 记得要按赞订阅和分享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那我们有新的影片出现的时候 就会通知你 同时要来追踪我们的BidiBidi的帐号 然后在那边给我们一键三银和充电 然后追踪我们的Instagram 那如果你有能力的话呢 也来支持我们 来当我们Patreon的Member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影片给大家 我们今天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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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忘了 别忘了 你